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网络上几乎都找不到有关比佛丽山庄的图片影像相当神秘 不过从脸书上卖房的广告来看 强调户户五车位人车皆分到一户售价一千七百六十万 白天看起来气派到了晚上人行斗上还会点灯气氛十足 附近凌芝说这里可不像是庶民买得起的房子 里面都住什么样就是都是什么样的人 那都好给人 不然像我怎么会找到 去年地方选举李嘉芬疑似就是在斗六住家拍摄告白影片 一开始后方有大大的玻璃橱柜上头摆着全家人绕片 换个角度还有一座大大的鱼缸看起来相当典雅 韩国瑜当选高手市长以后在自家开直播 在大片落地窗前坐在沙发椅上看起来相当惬意 自称是庶民市长现在却被曝豪宅移动接移动 三立新闻言论陈正东 廖一德云林采访报道